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如此祷告 奉主名求 今天是非常难得的圣月主日 一般上教会很少看到我站上台 一年一次就在圣月主日而已 那今天的圣月主日 我就选了一段很特别的经文 就是诗篇119篇 97到108节 那为什么我说诗篇119篇很特别呢 如果你问师母 因为她是教旧约的 所以她一定知道 为什么诗篇119篇这么特别呢 因为第一 它是圣经当中最长的一篇诗篇 也是神本圣经里面最长的一章 而且它的位置是在你打开圣经的最中间 正中间的位置 就是诗篇119篇了 但是后来我做了一些考察 其实如果按照圣经的章节结束来算的话 最中间是诗篇118篇 第七到第七到第八节 但是这个也是在中间的那个范围 诗篇119篇 它是圣经当中非常非常长的一个篇幅 那这个119篇到底是什么内容呢 为什么这么长呢 因为它是一首希伯来文的字母离合诗 什么意思叫做希伯来文的字母离合诗呢 我们中文的诗里面也有长头诗嘛 对不对 你把每一句的第一个字 每一个字连起来 它就变成一个句子了 所以以前很多人在学校里面写情书 就会用这种方式来写 看起来好像是没有什么 但是你把每一句话的第一个字 拿出来拼成一句话 就是那一个secret code 你的秘密的信息在里面 那这一篇诗篇119篇呢 它是希伯来文字母的离合诗 也就是说用希伯来文的每一个字母 作为它每一段的开头 就好像我们的英文总共有26个字母 可能第一段就是用A来做开头 第二段用B来做开头 第三段用C来做开头 那在希伯来文呢 他们就用希伯来文的字母 总共有几个字母呢 希伯来文没有26 只有22个字母 所以这一段诗篇119篇呢 就有22段 而且每一段呢 都有八节 所以22乘8等于多少 对 所以很长很长哦 OK 所以呢 这就是诗篇119篇 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地方 那我们今天所读的第97到108节呢 是属于第13段和第14段 那这诗篇119篇 用196节的篇幅 其实都可以在讲同一个信息 就是思想上帝的话 思想上帝的话 那诗人呢 他用了很多很多的词汇 在这一段经文里面 就是要表达上帝的话 这些词汇是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念 神的话 律法 道 法度 迅词 律律 典章 命令 胖语 道路 其实都是在指着是上帝的话 那今天我们所读的第13段 就是第97篇到104篇呢 是希伯来文字母的M的开头 当然他不是念M啦 因为我没有修希伯来文 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念 那在这第13段的开头 第一句诗人就说了一句话 我们一起来念 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 终日不住的思想 什么是爱慕呢 爱慕其实是一个动词 动词的意思就是代表要有实际的行动 而且它是要付代价的 我想要问一下在座的会众们 你们有人是爱慕旅行的吗 有 很多人点头 那爱慕旅行跟喜欢旅行有不一样的 你知道吗 有很多人是喜欢旅行 所以如果喜欢旅行的话呢 他就是很喜欢看别人旅行的照片 或者说很喜欢看一些关于旅行的电视节目 或者说自己心里面很想要旅行 但是没有办法 因为你要有时间 要有钱 然后才能够去旅行 可是呢 我就有遇到一些爱慕旅行的朋友 他们真的是会刻意为了旅行 而省吃省用 把那个钱存起来 然后呢 提早大半年 甚至一年 就开始安排明年什么时候 有空档时间 把那个时间block下来 就是为了要去旅行 所以这个是爱慕旅行的一个行动 他不是说了 我喜欢旅行而已 他真的是有付出行动的 就是为了 想要去到某一个国家去旅行 那甚至 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也是一样 这个可能就要问何师母 不知道有没有在场 就一个喜欢一个人 跟爱慕一个人 你的那个行动 你的表达一定是有不一样的 所以在这里呢 诗人提醒我们要 爱慕上帝的话语 那如果你是爱慕上帝的话语的话呢 其实你不会只是喜欢 读圣经 或者可慕思想上帝的话语 那个只不过是喜欢神的话语 但是这里说 爱慕神的律法的时候 可能我们要付出更多的实际行动 甚至要付代价的 不忠日不住的思想上帝的话语 例如什么呢 就好像我们教会 有一些圣经课程 门徒训练课程 你会刻意地把那一段时间 block下来 reserve你的时间 来学习上帝的话语 那甚至在教会 我们也常常看到 从年头到现在 常常有一些圣经的讲座等等的 那你有没有出息呢 所以如果你真的爱慕上帝的话语的话 你其实就是会很渴慕 想要认识更多 关于上帝的真理的 那第二节 98节 我们一起来念 你的命令 常存在我心里 那接下来呢 那个诗人 他就用几段的经文 来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爱慕上帝的话语的话 会有什么果效 会有什么具体的反应 第一 诗人就是说 当上帝的话语 存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有属天的智慧 我们就会比仇敌有智慧 为什么他这里要强调 比仇敌有智慧呢 是因为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常常有各种各样的仇敌 我们有许多的苦难 许多的忧愁 烦恼等等 有时候是用我们自己的智慧 没有办法胜过的 当你遇到人生的苦难的时候 甚至遇到 可能很多人没有办法理解的 就是生离死别的这一些课题的时候 我们用我们自己有限的智慧 我们真的不明白 为什么上帝要让这些事情 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 但是当我们不断地去思想 认识上帝的话语 其实我们就知道 我们生命中每一件事情 都是由神的旨意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会更有智慧的 有属天智慧的 去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 各种各样的仇敌 那99节我们一起来念 我比我的教师更通达 什么叫做比教师更通达呢 通达的意思就是 容易明白 一点就通 在座有谁是做老师的 可以举个手吗 也不少 师母也是老师 做老师的 你一定要先了解 自己要教的东西 你才有资格去教别人嘛 对不对 就好像我们的师班指挥这样子 如果一首歌 他从头到尾他不会唱 他有没有办法教师班员 没有嘛 但是他对这一首歌 非常非常了解 甚至你唱哪一个音唱错 他一听就懂了 这个就是通达 所以当我们认识上帝的话语 非常非常熟悉 神的话语的时候 我们就会比教师更通达 一个就是说 你比那一个教导人的人 会更了解上帝的话语 换句话说 你就可以成为那一位 教导人的人了 就好像保罗 在提醒提摩泰一样 我们除了自己 要会以外 也要去教导你的下一代 而且还要去培育 能够教导人的人 所以对保罗来说 他的事工传承 是有至少四代 保罗一代 提摩泰一代 提摩泰的徒弟一代 然后这个教导人的人 他的下一代 所以总共有四代的传承 所以盼望我们的教会 对上帝的话语 也可以更加的渴慕 更加的了解 甚至我们每一个人 都可以比教师更通达 这样以后我们的会友们 在遇到一些神学课题 圣经课题的时候 不需要全部人都来找牧师 可以找一些会友领袖 执事们 你们都可以帮助他们 解答一些难题 所以这就是比教师更通达 一百节 我们一起来 我们身为华人 常常听到长辈们 很爱说一句话 我吃的盐 比你吃的饭还多 所以呢 我做这个 做那个都是为了你好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 长辈们 为什么他们会讲这种话 是因为他们长辈们 曾经经历过了人生的风风雨雨 对不对 所以他们有非常丰富的人生经验 因此他们会苦口婆心的 去劝我们年轻的一辈 不要做这个 不要做那个 因为带来的效果是不好的 那这里呢 圣经就特地用这一句话 我比年老的更明白 换句话说 你不需要像这些长辈这样 经历过风风雨雨 你才明白上帝的心意 其实你只需要 常常阅读上帝的话语 你就可以扫走一些 曲折网路了 这样的话 你就不需要到年老才说 我吃的盐 比你吃的饭还多了 只要我们谨守上帝的信词 我们的人生 就可以扫走很多很多网路 所以这就是 我比年老的更明白 那101节 我们一起来 我阻止我的脚 走一切 最近刚刚过的是 巴黎奥运会 对不对 它的开幕里 其实对我们造成了 非常非常大的 那一个争执 特别是在教会里面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真的是看到 这个世界越来越偏激 甚至有一些特殊人群呢 为了要表达自己的立场 或者表达自己心里面的感受 甚至会用一些非常极端的方式 来向世界宣告 他们心中的一些立场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更加清楚明白 上帝的话语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阻止我们走上一切的邪路 换句话说 我们就可以按照神的心意 来过我们的日常生活 哪怕是我们心中有一些想法 有一些念头想要表达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选择用比较正当的方式 来表达出来 而不是选择用一些 所谓邪门歪道 盘门左道 一些比较偏激的方法 以前的人会这样子 为什么呢 因为在宗教改革的时候 那个政治跟教会的关系 是非常紧张的 但是今天已经不一样了 我们都是所谓的民主时代 对不对 所以有话好好讲 不要用不择手段的方式 所以遵守上帝的话语 就可以避免我们走上一些邪路 102节我们一起来念 我没有偏离你的点章 因为你教导了我 最近我也常常在Facebook上面看到 有许多奇奇怪怪的人 会来app我 还有app我其他朋友 那每次有人在Facebook来交我好友的时候 我都会先看他的post到底post的是什么 如果是一些花花草草 动物 然后他讲他在马来西亚 但是他post的照片都是意大利的米兰的德国的 那其实就有很奇怪的东西了 甚至有一些人他会直接message你 恩宏弟兄平安 请问你是基督徒吗 我有一些话想要问问你 你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 其实很有可能都可以那一些邪端寄教 所以要非常非常小心 那甚至在网路上也有一些 其他 我不可以讲其他宗派 因为他们其实就是属于异端了 他们这些异端的人所po的一些文章 很多人才刚刚看标题 觉得很有意思 就直接转发了 但是你没有清楚注意看你的内容 其实它里面有很多是不符合圣经教导的 所以我们在用这些网路平台的人 真的要非常小心 就是我们所读的 我们所分享的 要很小心谨慎地去看 这些内容是不是符合圣经的话 这样子 要怎么辨明是不是符合圣经的话呢 首先你自己要先明白上帝的典章话语 这样我们就不会偏离上帝的话 所以我们要更多更多地恳求神 亲自地来教导我们关于祂的话语 那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多读圣经 来上这些圣经课程 103节我们一起来念 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 在我口中比蜜更甜 其实世界上如果你问我 我最喜欢吃什么 其实就是蜂蜜 我很夸张 我这样讲也不好 但是我其实是 吃那些食物 我不怎么舍得花钱去吃那些烤肉 什么等等的 但是买蜂蜜 我是很舍得花钱的 那就是前两个月我的朋友就去到纽西兰 那去到纽西兰就一定要买蜂蜜啊 为什么呢 因为对我们教唱歌学唱歌的人 喉咙很重要 然后这个蜂蜜呢 我是只买一种 就是曼鲁卡哈尼 那你要知道曼鲁卡哈尼是 可能一罐可以七八百块钱的 但是如果你有喉咙不舒服啊 感冒啊 生病啊 你只要一口 一汤匙 含在嘴巴里面 慢慢吞 慢慢吞 其实很快你就会好了 有经验体验过的人 你就知道我说什么 但是这个曼鲁卡哈尼 它真的是跟一般的哈尼 很不一样 那这里呢 其实就让我更深刻的体验到 为什么诗人要在这里说 在上帝的话 在我口中比蜜更甜 因为后来做了一些调查 其实蜂蜜呢 是我们世界上最好的superfood 最好的superfood 因为它有丰丰富的营养价值 而且蜂蜜还可以抗氧化 抗发炎 抗菌 等等的一些医疗功能 那在古埃及的时候呢 蜂蜜甚至是被使用为 外敷的一些美容产品 所以对古埃及来说 蜂蜜是可以吃的美容产品 但是你今天千万不要回去 拿普通的蜂蜜涂在脸上 这个跟以前的蜂蜜已经不一样了 然后也要用到对的蜂蜜 那上帝的话语比蜜更甜 对我而言就好像说 上帝的话就是有丰丰富富的 属灵营养 当我们吃下去的时候 不但是我们的属灵得到造就 而且还可以振奋人心 因为它比蜜更甜 有人不喜欢甜的东西吗 如果你有糖尿病 那可能你会怕 但是如果这个甜的东西是 让你吃了不会有糖尿病 不会有胆固醇 不会肥的 那你大家都会很喜欢 对不对 因为这个是我们口腔里面的一个 味觉的感受 所以上帝的话语 其实对我们来说 也是让我们的身心灵 都可以得到满足 都可以得到饱足 那104节 我们先来念 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 因此我恨恶一切虚假的行为 当我们非常非常清楚 明白上帝的心意的时候 我们就会效法基督的样式 我们就会知道 什么叫做好的 什么叫做不好的 甚至也会恨恶一些虚假的行为 就好像耶稣基督 进到耶路撒冷 他第一件做的事情 就是要洁净圣殿 因为他发现在圣殿里面 传来的声音 不是歌颂敬拜的声音 而是那一些叫卖的声音 卖牛 卖羊 卖鸽子等等 本来祷告的店 却成为了一个贼窝了 所以耶稣基督 他就把这些人 桌子都推翻了 把这些人都赶出去 他恨恶一切虚假的行径 所以我们也要问一下 我们自己在教会里面 我们的侍奉是真实的敬拜呢 还是做样子而已 所以因此我们就要真的非常 提醒我们自己 常常去思想 学习上帝的话语 这样才能够帮助我们 走在上帝的真理上 不做一些虚假的行为 所以这个前面是第13段 就是7到104节 那接下来第14段呢 是诗人对上帝话语的一个回应 在105节我们一起来念 你的话是我将写的灯 是我路上的灯 你公义的点赞 我曾启示遵守 我必按着誓言而行 107 我极其痛苦 耶和华 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 耶和华 求你悦纳我口中的诈美 为甘心记 又将你的点赞教导我 诗人就向神启示说 他会时常遵行上帝的话语 甚至在我们前面未知的人生 道路上呢 他就让神的话 成为我们脚前的灯 我们路上的灯 唯独是按照神的话 作为他们生命的指引 寻求神的心意 才来走下一步 所以有很多牧师 常常会鼓励会众说 当我们在人生 遇上一些困难的时候 常常问一个问题 What would Jesus do? 耶稣基督会怎么做? 所以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 效法基督 常常思想上帝的话 以神的话 神的律律 点赞成为我们人生的指标 做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所以我们不是只单单靠自己的方式 来解决问题 我们是要先寻求上帝的话语 上帝的旨意 让神来解决我们的问题 因为没有一个问题比我们的神还大 Amen 我们也要将上帝的话 作为我们生命的中心 这样才是真正的 生命的敬拜 其实呢 这一段经文 105到108节 其实也是我们 为理中的一个 精神和心价值 就是我们要将我们的生活信仰化 我们要将我们的信仰生活化 生活信仰化 信仰生活化 就是卫斯里非常非常重要的教导 那按照卫斯里的教导呢 最实际的把生活信仰化 信仰生活化 就有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属灵操练 那就是读经 祷告 还有 唱诗 你要知道 卫斯里两兄弟 不知道写 其实真的不知道他们写了多少首 但是呢 找到的文献是有最少六千多首诗歌 在他们做步道的时候 他们就做了六千多首诗歌 有一个年轻人 他常常搭着巴士上班 那他在搭巴士上班的时候呢 其他的人都在巴士上 滑手机 听音乐 或者睡觉 因为早上很累了 那唯独这个年轻人 他每次搭上巴士的时候呢 他就拿出他的圣经 在那边读了 那这个司机 每一次看到这个年轻人 就问他 年轻人啊 看得出你是基督徒 因为你每一天来上班 搭巴士的时候 都在读圣经 可是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 难道你们基督徒 做基督徒 一定要常常读圣经吗 是教会的规定吗 然后那个年轻人就回答 这个巴士司机说 没有 但是这个是我自己 对上帝的亲密的关系 然后年轻人 反而问回司机 为什么你驾车的时候 要一直握着方向盘呢 那司机就说 如果我不握方向盘 那个车就乱乱走了 就会可能掉进水沟 或者撞上别的车了 然后年轻人就回答他说 圣经也是我的生命的方向盘 如果我常常读圣经 我就知道上帝 要我接下来往哪里走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 我觉得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的提醒的小故事 就是我们常常没有 好好抓住我们生命的方向盘 以至于我们常常到处乱窜 所以呢 长辈们才会说 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 因为他们真的走过了 很多很多曲折路 那今天盼望 我们就可以把上帝的话 成为我们人生的方向盘 那英国著名的一个步道家 就是士不真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说祷告就是等于 属灵的呼吸 祷告就是等于属灵的呼吸 没有呼吸 什么下场 OK 没有呼吸 你要去找医生 我们后面有很多医生 祷告就是属灵的呼吸 请问我们身为基督徒 有没有每天祷告呢 早上一开眼睛 第一件事情 其实我就是先祷告 因为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 没有上帝的爱 在我身上 可能我这眼睛都张不开了 所以还能够呼吸 都要向主献上感恩 睡觉前 也是要祷告 因为你好不容易 熬过了这么辛苦的一天 也是要把我们的重荡 交托给神 那其实我们魏理中 我不知道西马的魏理工会 有没有教大家唱谢饭歌 你们会唱谢饭歌吗 但是我们沙拉月的魏理工会基督徒 我们都会唱谢饭歌 就是每一次 只要是在教会 或者在家里面 吃饭前 我们都会先唱一首 谢饭歌 会唱的我一起唱 虽然现在没有吃饭 我们唱给他们听听看 OK 一二三 感谢慈悲天上福 三次饮食养我们 恳求天父教我们 自己有的分给人 Amen 所以在场很多杀老月人 OK 所以这个是我们魏理的精神 要把信仰生活化 生活信仰化 甚至你吃每一餐之前 都要唱谢饭师 谢饭师 向神献上感恩 那当然也有很多牧师就说 如果祷告是属灵的呼吸 那么读经就是属灵的进食 你有呼吸 但是你没有吃东西的话 也是会营养不良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也是需要花时间 刻意地花时间 来读上帝的话语 来读经 常常有很多教会 都有去推 这一个一年的读经运动 特别是在我们 沙拉月威理工会 甚至你要签名的 每个星期签名 你读了哪里 读到哪里 这样子 在我们的教会 其实也有一个 所谓的经课表 来帮助基督徒们 用三年的时间 把整本圣经读往一轮 那问题就在于 我们做基督徒这么久 你读完几遍圣经呢 把整本圣经读完 总共有几轮 可能有一些人 二十年信主了 整本圣经都还没有办法读完 那我以前呢 也是很难读圣经读下去的 特别来到出埃及记 就出不了埃及 就是一直在 宽野里面迷路了 太多的打仗 太多的名字 根本读不懂 但是后来读到 进神学院之后呢 我是在神学院里面 才真正的把圣经给读完了 因为以前真的是 没有那个动力 但是上课的时候 就是给我一个动力 一定要把 那个圣经给读完 所以盼望 我们身为基督徒 也要常常 操练 读经的生活 把整本圣经读完 至少在你有生之年读完 好吗 OK 好 那有一些 这个师父真说 祷告是属灵的呼吸 也有一些牧师说 读经是属灵的进食 那对我来说 唱诗就是属灵的喝水 唱诗就是属灵的喝水 如果你去看医生 医生一定跟你说 要多喝水 对不对 为什么喝水很重要呢 喝水非常非常重要 是因为 我们的人体 有70%是水分 而我们的血液 有90%也是水分 那喝水 为什么这么重要 因为水的功能是什么呢 常常喝水 多喝水 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 的血液 可以运输氧气 运输氧分 而且可以促进 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 还有排毒 所以你要减肥 这个多喝水 其实是最天然的减肥方法了 然后多喝水 也可以帮助我们 调节体温 特别是在马来西亚 是天气非常热的国家 也是要常常多喝水 那其实 那其实 唱诗呢 也是这样子 帮助我们 可以更快速的 吸收 这个所谓的 属灵的养分 用朗朗上口的旋律 帮助我们 记住上帝的话语 唱诗 也能够调节 我们心中的情绪 把我们心中的悲伤 苦毒 压力 透过唱诗 释放出来 交托给神 全然的 把我们的生命的一切烦恼 完完全全交托在神的手中 所以唱诗 其实就是一个 理性跟感性层面的 一个调节 那其实也就是符合 耶稣基督所说的 我们要用心灵 按着真理来敬拜 所以这个唱诗呢 就是用理性跟感性 两个层面的 来去做一个调节 那喝水 很重要 对不对 所以医生就会跟你说 要多喝水 然后不要乱乱喝水 喝水 你就是要选择 你要喝的是什么水 你知道我们的水 有分很多种吗 你去到supermarket 你就看到有一块钱的水 有两块钱的水 还有十块钱的水 是从国外import进来的 所以我们的水呢 有纯净水 有天然矿泉水 有蒸馏水 是不可以喝的 还有被污染的水 还有沟区的毒 有毒的水 那我们还有喝了会睡不着的茶 或者咖啡 喝了会发热气的咖啡 甚至喝了会有糖尿病 糖分过高 要聚角的一些奶茶 所以你喝的到底是什么水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来读一段经文 各罗西书三章十六节 帮用各样的智慧 歌手上帝 这里提醒我们 我们的教会音乐 就是我们所喝的属灵的水 有主要的三大类 第一个是什么呢 是诗篇 诗篇其实不单单 只是指圣经里面的诗篇而已 这里说的诗篇呢 就是圣经 用圣经的话 所写的歌 我们都统一称之为诗篇 照相刚才师班园所唱的 圣言 就是我脚前的灯 是我路上的光 也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 对不对 是我刻意选的 这样他们的诗歌 才能够配合我讲道 所以他们所唱的 其实就是诗篇 经文歌 用我们今天所说的方式 就是经文歌 那诗篇是神 所末世人写出来的 就是那个圣经的经文 所写的歌 我们叫诗篇 那什么是赞美诗呢 赞美诗其实也不等于说 我们今天所谓的传统诗歌 或者传统圣诗 并不是的 赞美诗他的 比较广义的意思 其实就是一些神学家 或者一些牧者 或者一些圣经学者 他们 研读了上帝的话语之后呢 把它整理出来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督教药益 或者神学观 或者神学信息 把它写成诗 让我们来唱 所以这个叫做赞美诗 就好像 马丁路德 加尔文 或者说我们 魏斯里两兄弟 他们所写的 很多很多首诗 都是赞美诗 因为他要透过 唱诗的方式 来教导会众 我们的教会 所信的神 是三一上主 所以你可以看到 马丁路德所写的歌 常常都会有 圣父 圣子 圣灵 魏斯里约翰 所写的歌 也会常常有 圣父 圣子 圣灵 因为他要强调 三一神的论 那也有一些 牧师们所写的歌呢 就是要讲到 教会合一的 所以一主 一信 领受同一灵 就是这种信息 在诗歌里面 我们就统称为赞美诗 所以赞美诗的功能呢 其实就是要教导 我们更加清楚 明白上帝的话语 那什么是灵歌呢 灵歌 也不是我们今天所谓的 圣灵感动 就突然间唱出来的歌 也不是 这个灵歌呢 是一个基督徒 经历过一些生命的转折 然后经历过上帝奇妙的带领 把他的生命经历 写成诗歌 他叫做灵歌 所以是个人对神的一些 赞美 感谢 或者祈祷等等 所以诗帮刚才所唱的 主感谢你 他里面很多歌词 都是我们问我们自己的 教我怎么能够不歌颂 因为基督是天地的主 教我怎么能不开口歌颂呢 然后最后一句 我要赞美主 所以这个是对自己唱的 灵歌 那这些诗歌呢 就是我们在教会 需要常常各种各样的 有创意的 唱各种各样的诗歌 目的是什么 就是最后两句 就是要彼此教导 互相劝戒 以感恩的心 来歌颂上帝 所以诗篇对我来说 就是天然山水 所以是很纯天然的 是从神而来的 没有经过任何加工的 是上帝的话语 一模一样的把它唱出来 那赞美诗呢 就是espresso 浓缩的一些精华 让你透过唱赞美诗的时候呢 可以把各种各样的基督教药益 或者神学观给牢牢记在心里面 而这个灵歌呢 就是所谓的气泡果汁 是有气泡的 Sparkling juice 所以你喝了 你会很开心 会很喜乐 但是呢 它不是不健康的 它还是健康的 所以它不是 Sparkling carbohydrate 它是Sparkling juice 所以多唱这些诗歌 就可以帮助我们 基督徒们 我们可以彼此教导 互相劝戒 每一个人都用感恩的心 来歌颂上帝 那当然不同的情况 我们也是要喝不同的水嘛 对不对 所以天气热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喝 在马来西亚就常常喝凉茶嘛 玉米水啊 菊花茶等等 那女生 如果你们生理期来的时候 你们会喝什么 会喝热水 红枣茶 对不对 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 我是online茶的 然后 运动过后 我们会喝什么 我们国民饮料 100号 去到台湾哦 我为了找一罐100号 不知道跑了多少家 Supermarket 结果一罐 竟然要卖十多块钱 但是为了想家 还是买下去喝了 所以运动过后 要补充能力 100号 一样的 当我们在教会里面 不同性质的聚会 不同的教会节期 那甚至在 商礼 婚礼 一些 那个 baby满月礼 等等 我们唱的这些诗歌 当然也是会不同的 OK 所以呢 绝对不要把自己 限制在 哦 我们的教会 只唱什么诗歌 只唱什么诗歌 No 我们要打开 我们的眼界 多唱各种各样的诗歌 我们才能够用 丰丰富富的方法 把基督的道 存在我们的心里面 甚至也可以用 丰丰富富的诗歌 来牧养 不同族群 不同年龄层的 会众 这是我们基督教的 教会音乐 非常非常需要 重视的一个地方 那今年呢 我在仪宝也举办了 两次的圣诗节庆 HIM Festival 我其实很希望 可以在吉隆坡办 但是太忙了 真的太忙了 所以一直抽不出时间 在吉隆坡办 但是在仪宝的时候呢 我们就办了两场 总共有四个小时的 HIM Festival 这个HIM Festival 是什么呢 就是透过讲解 不同的曲风 或者不同内容 不同背景的诗歌 让带领会众一起唱 然后来学习 各种各样的诗歌 所以在这两次的HIM Festival 我总共带了他们 超过四十多首歌 这四十多首歌 有来自欧洲的 非洲的 亚洲的 甚至马来西亚的诗歌 我们今天敬拜团 每次在选歌的时候 这真的是一个头两个大 因为不知道要去哪里找歌 然后也要符合 我们教会的主题 就是更新 那你知道马来西亚人 写了很多很多首歌吗 你知道今天我们很多人 在选歌的时候 常常你要选中文歌 不是选台湾的 就是香港的 要不然就是中国的 可是我们常常忽略了 马来西亚人 其实也写了很多很多首歌 所以等一下我们那一首回应时呢 就是马来西亚人写的 就是透过今天这样的方式 来教导大家 马来西亚的诗歌 那我们在早上也看到了 我们除了唱中文的歌 也有唱马来文的歌 为什么我这么坚持 跟他们说要选一首 马来文歌呢 是因为我们的教会 是在马来西亚 而且下个星期六 就是国庆日了 不可以不唱 我们马来西亚文化的歌嘛 对不对 我在台湾神学院的时候呢 我们读 这个台湾神学院 它有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提醒 就是他们的创效精神 有三大点 第一 对上帝有信 第二 对人 有爱 第三 对土地 有情 我们今天很多教会 都做到第一点 第二点 对上帝很有信心 对人 很有爱心 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了 我们的土地 对我们的 创效的 那个 先祖 他们来说呢 他们是从苏格兰 飘洋过海 到台湾去宣教的 那马基耶 他一上岸 在荡水码头 他一上岸之后 他说的第一句话 就说 是 就是这地了 这就是我的家 所以他就留在这里 积极地 传福音 步道 带领门徒 甚至建立了 台湾神学院 所以对土地友情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以至于 我们今天在马来西亚 虽然我们是 华人教会 我们都是用中文 也有英文谈 但是不要忘记 我们是在 马来西亚 所以我们还是要用 我们的国语 是什么 就是马来文 来唱一些诗歌 这样以后 你万一那个 福音的门打开了 你有机会像这些 说马来文的同胞们 来传福音的话 你才有歌可以唱 对不对 你才知道 要用什么词 来跟他们传福音 OK 所以这也是 我非常鼓励教会 在那个 松铺里面 一定要放出 一首 两首 三首 马来文诗歌 也提醒我们 我们是在 马来西亚的基督徒 我们要在 马来西亚 来传福音 做见证 把上帝的话语 用我们的国语 传出来 OK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的教会音乐 的视野 要大大的打开 把基督的道 丰丰富富的 透过各种各样的诗歌 不同语言 不同文化 不同国家来的诗歌 来牧养 我们不同的人群 不同的族群 甚至我们早上的 大家来敬拜 上主 第一句就是我们 我们不分肤色 来到上帝的面前 敬拜神 所以那一首 也是马来西亚人 所写的诗歌 好 那我们的敬拜呢 其实就是要 以神为中心 所以我们所唱的诗歌 其实也是要 以神为中心 所以我从去年十月 加入美加堂的大家庭 也跟Dorkus姐妹 一起配合 然后我们也 帮这个敬拜团 选了一些松铺 也过滤了很多 一些内容信息 不符合圣经 教导的一些诗歌 然后才把它筛选出来 然后在这些诗歌里面呢 有快的 有慢的 也有圣诗 也有现代的 然后也有马来西亚的 也有其他国家的 也有英文 有华文 有马来文 所以其实这个 不是一个非常容易的工作 因为你真的要 一首歌 一首歌去分析 一首歌 一首歌去筛选 但是透过这样的事工 其实我也有发现到 原来很多首歌 潜移默化中 会影响我们的神学观的 因为有一些歌呢 我不说歌名 但是有一些歌 他的歌词是这样子说 他说 神啊 当你站在我这边的时候 我就会为你打赢圣仗 但是如果我们看 约书亚记 约书亚要带领 他的百姓去打仗的时候 他看到上帝的元帅 他也是说了这一句话 他说 你可不可以过来我这边 这样我们就可以打赢圣仗 可是上帝的使者 却跟约书亚说 脱下你的鞋子 因为你所站的是圣地 你要过来我这边 我成为你的元帅 所以呢 有很多诗歌的内容的信息 是用人的方式来写的 可能他是不小心 或者是忽略掉这一点 我不知道 但是呢 他如果是按照圣经 很严格的去筛选的话 他的信息 其实是跟我们圣经的教导 是不符合的 不是我们要神 站在我们这边 而是我们要过去 站在神那一边 让神做我的元帅 而不是 让神成为那个元帅 然后我们跟在神后面 去打仗 而不是我们在前面 然后神在我们后面 OK 所以这些诗歌的内容 我们就是要好好地 小心选择筛选 所以首先 我们要先清楚地了解 上帝的话 那也可以正确地 把上帝的话给唱出来 盼望我们每一个人 不论是在教会当中的敬拜 还是我们日常生活中 都要常常用圣言 做我们脚前的灯 我们路上的光 用上帝的话 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 我们才能够时时刻刻 与神相遇 并且让我们 透过这些诗歌 我们也要发自内心 按着真理地 唱出我们口中的诈美 为甘心祭 这个甘心祭呢 就是那宣认他名的人 嘴唇所结的果子 盼望我们每一个人 口中的甘心祭 以及生命的见证 都可以让我们身边的人 也可以与神相遇 认识基督耶稣 把福音清清楚楚 正确地传探出来 让我们的一生 都以上帝的话语 为我们的中心 让我们的生命 可以荣耀上帝的圣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